睡不安,吃不下 胡思亂想,情緒低落 不想見人? 都市人壓力大,屈埋屈埋很容易病 你有否曾經被這些症狀困擾 不知道怎麼辦? 讓陳一華牧師在聖經裡 找出十劑良方妙法過你 有病醫病,沒有病強生 只要定時收睇,勤加操練 無論智庸或幫人都功效顯著 遇到絕望時,大家不需要擔心 雖然人很多時候都會有一種消極 或者好像沒有出路,沒有希望的想法 但是我現在會開一枝 起落的糧框給大家看 起落的心,乃是良藥 聖經教導,自有出路 在美國和加拿大這兩個國家裡 都曾經做過一項調查 這個調查就是說 原來有信仰和穩定教會生活的人 原來他們的人生可以活得更快樂 為何有一種快樂的人生呢? 我相信是因為有信仰和穩定教會生活的人 當他們遇到逆境的時候 他們有交託的機會 他們在一個困難的當中 他們有出路 他們可以將他們的難處、困境、逆境 透過祈禱來交託給上帝 第二個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懂得感恩 因為有信仰的人 他們知道自己擁有的東西 其實都是從零開始的 正如聖經告訴我們 我們是赤身出於無胎 來到這個世界上的時候 我們並沒有帶甚麼東西 來到這個世界上 所以我們所擁有的東西 其實都是從一無所有 到現在所擁有的 我們都發覺上天是賜予給我們的 因為這樣的玄冠 我們就懂得去欣賞 懂得去珍惜 以及懂得去感恩 當我們去感恩的時候 我們的心情就自然開朗 自然就會更加快樂 針對這個絕望的問題 我相信 建立一個快樂的人生是很重要的 在聖經當中 給我們有一個更高的層次 不單止我們人要快樂 而是要追求喜樂 因為這個喜樂的人生 是更加穩固、更加長久的 當我提及到喜樂的人生 在這一樹 我一定要有一個典型的人物 給大家認識 它就是保羅 因為保羅 在他的肥立比書當中 他常常提及自己一個喜樂的人生 在這個子女行間當中 保羅很多時候都提起樂這兩個字 他說 我靠主常常喜樂 他亦都提及我心中的喜樂 就滿足了 亦都勸勉信徒頂戰 我們都要時時 一無掛淚 要有喜樂的心 怎樣可以讓我們內心 充滿喜樂呢 我相信 從保羅的身上 就得到一個非常好的答案 首先 保羅第一件事情 在他逆境當中 他依舊靠主喜樂 大家都知道 保羅是為福音的緣冠 被人拘捕 被人禁在監牢裡 失去了自由 當保羅被囚的時候 好像他做不到些什麼 又不能夠傳福音 又不能夠對人 去見證耶穌基督 好像自己沒有什麼 可以作為的時候 一般人來說 都是很灰心、很絕望 但是你發覺 保羅在被囚當中 失去自由的裡面 他仍然都起落 為什麼呢 因為他見到 在被囚的裡面 他一樣可以 向身邊的人 來傳福音 向那些肉桌 來見證耶穌基督 所以他說 在他被囚當中 福音能夠繼續傳開 他便會起落 這一點是非常之寶貴的 另一方面 保羅在被囚的過程當中 他見到信徒 帝兄姊妹 沒有因為他 失去自由被囚 而是卻步 反而信徒帝兄姊妹 更加積極地 來為他討告 關心他 繼續傳福音 所以保羅見到 信徒的掌進 信徒的積極地 來傳福音 他說 我的心也充滿了喜樂 由此可見 一個在逆境當中的人 他能夠看到上帝的作為的時候 他心中是可以讓入住 一個真實的喜樂 寶羅在肥立秘書當中 不單提及到他見到信徒掌進而起落 更加他見到人得到救恩 他心中也充滿喜樂 為甚麼呢 因為當人得到上帝的拯救的時候 他見到人的生命 是一個很奇妙的改變 因為人得到救恩的時候 即是說 人在絕望當中 能夠得到有希望 從他的一個困境的人生 可以得到一個豐盛的人生 所以當保羅見到 人得到救恩的時候 他說 我的心也充滿了喜樂 在我自己牧養的教會當中 我見到一個非常難忘的情境 就是當我們教會 每一次舉行福音主日的時候 當信息傳開了 見證傳開了 在呼召那一刻 我們邀請未信的朋友站起來 然後邀請到台前 接受討告和祝福的時候 往往在這一刻的當中 我見到願意走出 港台前面 缺制的朋友 他們那種的心情 是非常之感動的 他們帶著眼淚 出到台前 缺制信耶穌 與此同時 我見到身邊 很多的弟兄姊妹 或者他們的家人 或者帶他們回來的朋友 他們同樣在他們眼淚當中 流露出那種喜樂和歡欣 因為他們真的見到 人得到救恩的時候 是好得無比 以致那種難以形容的喜樂 就充滿在他們內心當中 所以當我們有這樣的體會 經歷的時候 就明白為何保羅 可以在他人生的逆境困難當中 依舊保持這個喜樂 是因為他見到人 得到救恩 他便是喜樂 當然 同時間 當人得到救恩的時候 亦都去證明一件事 是罪得到赦免 原來罪得到赦免 而喜樂 又是很真真實實的 為什麼 因為一個人 當他仍然揹著這個罪淡 重淡的時候 他是很難有興散 很難有喜樂 我曾經見過一位弟兄 當他自己的生活 去到一個很微爛 以及遇到一個 生意上的失敗的時候 他自己的心情 真的跌到谷底 他好像四周圍 全部都是烏魂密暴一樣 但後來他有機會 回教會聽道 他願意回轉悔改 離開他以前那種微爛的生活 他願意決心回到主的面前 過一個正常的生活 當他有這個決志行動 願意悔改 向神認罪的時候 我見到這位弟兄 他眼中流出一種悔改的眼淚 那種真誠的悔改 令到這位弟兄 向主決志祈禱之後 他的內心真是揚日 一股很大的喜樂 這份喜樂 令到他人生裡 從絕望 從一個烏魂密暴裡 可以跳出來 見到是有曙光的 是有希望的 當保羅在被囚當中 而又知道在外間 弟兄姊妹 是為他祷告 為他代求的時候 以至保羅的心裡 也充滿了喜樂 為什麼呢 因為他覺得自己 為福音的緣故 被囚的時候 好像很孤君的時候 原來他發現這一刻 並不是孤單 為什麼呢 因為有弟兄姊妹 和他在一起 和他並肩作戰 雖然他是被囚 但是在外間的弟兄姊妹 一樣為他祈禱 為他代祕 讓他知道他並不孤單 也不是孤君作戰 而且他是得到肯定的 所以弟兄姊妹 是繼續為他代祕 以至保羅在這時刻裡 他能夠除了經歷 弟兄姊妹的討告之外 也都經歷到神的幫助 當他有神的幫助 在他最困難 絕望的時刻的時候 他心裡的力量 就剛強起來了 因為他知道 神是他患難當中 隨時的幫助 很感謝神 保羅能夠體會到 經歷到神是他的幫助的時候 他覺得身邊的人 如何攻擊他 如何環繞他的時候 他都不覺得有恐懼 因為他知道 神幫助他的時候 人是很難抵擋他的 又用了這份信念之後 同樣都應用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當我們在每一天的生活當中 遇到困境、有攻擊、有難處的時候 也都想起 神是我們隨時的幫助 隨時的倚靠的時候 我相信 在一個困境、沒有希望的當中 我們很快就轉移 是有希望的 是可以衝破這個困難的 因為神是無所不能的主